10月20号 香港雨伞革命进入第23天 学联也将在21号和港府展开首次对话 不过面对着连日来的警方暴力清场 以及特首梁振英指称 占中行动有外来势力介入的情况下 包括学联在内的香港各界人士 对谈判的结果并不乐观 香港政府将在21号对学联展开对话 港府表示在基本法 及中共全国人大常委的决定范围内 愿意聆听学生的看法 学联代表将要求政府向全国人大常委提交补充文件 如实反映市民对真普选的诉求 学联副秘书长岑奥辉19号表示 不少市民是自发占领 梁振英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人 岑奥辉敦促政府提出 化解当下政治危机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并强调目前不是谈撤离的时候 泛民立法会议员19号发出联署声明 强调对话展开前 港府必须放弃任何清场计划 包括移除障碍物 不过梁振英方面并不因为对话而不清场 据了解 香港警方17号清晨空袭望角站邻区 试图拆除路战后 连日来警民冲突不断 19号凌晨 警方以警棍攻击 及展中民众 导致7人头部受伤 两人骨折 海外团体和平香港行动发起组织之一 公民力量也敦促各界高度关注香港未来几天的局势走向 声明指出 警方暴力升级 加上中共18届四中全会召开 造成的清场紧迫性 使和平抗议的学生和市民面临政府暴力的高度威胁 不过梁振英19号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指称 占领行动有外来势力介入 他还说 站中人士争取的公民提名 不符合基本法的要求 特区政府无法将不合法变成合法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文章 高调宣称 学联在政府总部外的主台背景板上 打出命运自主口号 反映了战中的真实目的 是寻求香港独立 对此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表示 外来势力介入的声明 显示了梁振英要打击战中行动的想法 并为运动添加颜色革命色彩 战中发起人陈建民 则对党媒港独说法急于否定 他只问如果学生寻求港独 为何仍要写信给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学生的行动其实已经承认国家主权 19号晚 周永康在金中占领区集会上表示 港府态度越来越强硬 他对学联与港府对话结果不乐观 梁振英讲清场跟对话不是一回事 可是香港的市民和学生 他们不这样认为 他对话的基础 我就要占领中环 占领旺角 如果我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了 那根本就不要谈了 没有谈判的资本了 所以这两个是冲突的 我都很怀疑啊 明天能不能谈起来 所以无论是在谈判的内容也好 或者是在现场占领和清场 这两个冲突也好 都是这场谈判啊 前景我是不看好 香港明报日前在各占领区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 近七成受访者对北京或港府是否会让步感到悲观 超过七成半的受访者认为 应将占领行动升级 例如展开不合作运动等 不过在受访者拣选最多的三个退场条件中 其中一个是提委会民主化 有学者认为 这一点有机会成为学联与政府谈判的突破点 我想大家也不应该太多猜想 减少他们对他们的压力 期望太高也不可大 大家都更低积极的期望 让学生跟政府有一个比较大的对话空间 两个小时的对话 我估计只是做一个错误的交流 说明大家的立场 战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表示 首轮对话难有成果 但希望政府在21号的对话中 承诺建立一个包括学联、政府、泛民主派 以及建制派在内的多方平台 继续沟通 共同解决社会矛盾